现在到了农民最大的招团馆 我们现在请这位小姐贵姓 林小姐来跟我们说解说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农民最大总统府 我们已经到展场了 可以看到我们前面有一座达染墙 这些达染是我们云林县在地的农民 我们为了向他们最高的敬意 在这边做了一个达染墙 希望下一位达染就是游客你们自己 那周间有一个影像 我们达染可以站上去 好的 那我们左右两边都可以在座参观 我们农民最大总统府 最主要是在展示墙上 这60位云林县的农业青年达染 那这些达染们呢 之前是借由我们县府的一个飘渺计划 然后回来我们云林县一起务農的这些青年人 那现在呢他们都已经有一般的成就了 那我们也借由这次的农果呢 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经验 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呢 当然不止只有年轻人 也有这个年纪比较大的 他们为我们这个果树呢 再付出 那也有这个 李太太 他们呢 研发了这个高鲜的农树饼干 一般我们这个农树菜呢 都只用在这个果栋上 那他呢 把它应用在品单上呢 也非常的有营养价值 那当然呢 有这种年轻者 年轻本来是在外面工作的嘛 那因为呢 非常向往这个 农家的这个生活呢 还是回来了 我们云林一起来工作 那我们左前方那边呢 也可以拍一下照片 那我们特别推荐呢 是我们这个 这个左前方这个吴先生 苦瓜达人 他先 他儿子呢 所拿手先拿的 那个叫做苹果苦瓜 是他研发出来的新产品 我们这个苦瓜先生呢 吴先生 他从小呢 生活非常的困窘 那当然有一天呢 奶奶呢 就是到放学回家 奶奶炒了一道苦瓜菜给他吃 他吃了之外 所以他不喜欢吃 可是奶奶就跟他说了 这个就像我们人生 吃得了苦呢 就能够体会到 他的甘味在哪里了 所以呢 他就决定了 下来种苦瓜 那他呢 非常的辛苦的 种出这个苦瓜之后呢 他又觉得这个味道呢 不是那么的甘甜 他用他的嫁接方式 嫁接了这个南瓜 和我们这个丝瓜 一起来做嫁接之后呢 增加他那个甜度 也增加这个产收的这个时间 这个就是我们得到 曾经得过我们这个全国的神农奖的吴先生 那你可看看我们前面这边的 台面上的这个展示 这边的包装设计 这个包装设计呢 是我们云林县的大专业学生 他们所为我们这次农业 农产品所做的包装设计礼盒 一般呢 我们那个农民呢 他们对于这个包装啦 或者产销呢 比较不懂 销售比较不懂 那我们也借由这一次的 那个农博 请这些学生们 设计了这些包装礼盒的设计 尤其是我们这个 十分能够推荐的 这个是包装内第一名的同学 他将我们的豆干呢 能够包装的这么的完美 这么样的突出 那这是他们的设计理念 那当然呢 也有包括我们这个 云林县 非常有名的骨坑咖啡 所做的这个精美的包装礼盒 好来 那我们可以再从这边走过来 那当然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三角锥形的 三角架的这个台面上的一个设计 这一个三角呢 是代表着我们这个农博的徽章 人 农作物和土地 这一个呈现一个大三角 那这上面装载的这些作品呢 是由我们云林县陶义协会们所提供的 那这些作品曾经有一些呢 曾经送到这个德国柏林去参展过 当然也有得到优胜的奖项哦 那一个是优胜的奖项 前面那边 后面这个地方 不好意思是哪一件作品呢 这些个作品 这些是针锅 那个是针锅 类似我们小时候的针锅 但是我们陶一家呢 用这个陶的方式呢 帮他做出来 那后面那个灯锅呢 是我们台南的这个艺术院的学生他们所创作的 那我们从这边过来哦 那这些陶义烧呢 都是我们云林县的陶义协会所制作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马拉更名为云林烧了 之前呢 我们是称之为轮背烧 因为我们这个设计家呢 他们都聚集在轮背那个方向比较多 那现在已经把他更名为云林烧了 那我们先往这边过来 我们整个展坛呢 分为左右两边了 那当然另外一个区块呢 就是在放影音播放的 那影音播放那个方向呢 是在播出我们这个农火的纪录片 去讲一下那个是什么 那个哦 那个是我们这个黑豆 有机的黑豆发酵了 他在做制作酱油 这是我们云林县呢 大家都知道 西罗镇呢 是酱油的故乡 尤其是我们这位陈先生 这位陈先生 他用的是这个国法的酱油 他已经是第四代了 第四代的那个酿造师 他这个时候呢 我们摄影师林柏良林先生 去拍摄的时候 他开启了这个瓶 让我们摄影师 叫他做个拍摄的动作 也让大家了解呢 古法的酱油 跟手工的酱油呢 和现在的这个化学的东西 有什么不一样 那上面这个 是我们的中英影小姐 是我们云林之光 他就在那个轮背 跟他之前呢 都过着养尊处优的小姐生活 就在台北啦 或者北京艺术大学就读 那当然呢 在这过程当中呢 父亲做生意的时候 不小心失败了 他就毅然决然的 抛弃了这些都市的五光石色 就回来家乡 当家里面呢 养殖这个养鱼 他经历于呢 其实呢 在日本 虽然大家非常的喜欢 但是这个已经算是 太普遍性了 他就将这个 销售的点呢 转到欧洲去了 甚至到了我们挪威丹麦去 也有想到呢 卖的特好 对 他现在呢 还是一个徒弟 他都很喜欢跟 年轻人 实际上年轻人一样 喜欢在Facebook上呢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如果大家对他有特别的兴趣呢 可以上他的网站 给他搜寻看一下